这么巧 我们也要去关中 但现在还不能走 谢大人还有未了之事 不错 莲大侠还不知道 紫衣连环案了有未了 有横生之解 难道抓错了人 请坐 周炳是凶手不假 经过本官细审 这几桩案子都是他做的 可这最后一个受害者婴娘 却不是周炳所杀 这就奇怪了 有劳莲大侠费心 破解紫衣案 莲大侠功不可没 本官自当亲舍筵席 为你践行 谢大人 还记得我们曾有一赌吗 我已经甘拜下风了 那是谢大人故意谦让 不像我这般资诸必较罢了 既然此案又横生之解 不如我们再赌一回如何 难道莲大侠 执意要赢我一局吗 能与谢大人一搏 乃是莲某之姓氏 不知大人肯不肯 好 那我们就再赌一回 好 什么留下来借着查案子 谁相信你的鬼话 我看八成 你是留下来看彩蝶吧 彩蝶 没错 我舍不得他 我被这个花蝴蝶 迷住了 你骗人 刚才 我一说彩蝶的时候 你一愣神 你八成就把人家给忘了 没想到莲大侠 你也是个薄情之人呢 我还真没看出来 你居然这么了解我 我发现 你最近有点重有青涩 你是不是跟谢大人攀交情 是不是想混个一官半职的当的 那又怎么样 我莲某总比谢大人身边那个秦明 技高于筹吧 你不会真让官府给收编了吧 这闪珠有个临谱头 你是不是也想当个莲谱头啊你 别胡扯啊 再胡扯 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莲廷妃呢 岂是那种攀龙覆凤之人呢 可是 我觉得你对那个谢大人 挺喜欢的 谢大人 绝非庸人等闲之辈 我与他又赌了一回 像我们到莲大侠这么好赌 赌赢了还不给钱 有什么意思 我莲某一向视钱财如粪土 要钱何用 我明理与他打赌 实则打算帮他一把 你既已理好行装 就请自便吧 我们就此别过 我走了你怎么办呀 你们这些人 究竟哪一个才是凶手 杨环 有思路了吗 我看那个陈县令啊 是第一个可疑的 大人 林捕头已查出了 阴娘的引擎 大人 卑职已经查明 阴娘是个从小就放浪 行为不断的女子 平日招风拧蝶 想好的前后有四五个的 都是些什么人 这些人大都是 晚上跟阴娘勾搭 大多身份不暇 倒是有一个 卑职查清楚了 是个叫赵石屹的生意人 赵石屹现在何处 此时说来可疑 阴娘被害之后 赵石屹就跑到了辖石 至今未归 卑职怀疑 这案子很可能是赵石屹做的 赵石屹既是个生意人 走南闯北 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此线索倒是极为重要 要马上找到赵石屹 是否先智慧霞石县衙 再发下海捕文书 这样以防赵石屹逃往他处 好 马上报与陈大人 事不宜迟 从速办理 是 陈大人 那个嫌犯已经查到了 当真 是个叫赵石屹的生意人 谢大人 还让您智慧一声霞石县衙 并发下海捕文书 准备集拿 这下才没事啊 是啊 真的 本来小爷我是要当骨头的 没想到 算了算了 不跟你们说了 反正这件事办完了呀 我肯定就能走马上任 到底什么事啊 你们成天在街上晃悠 听没听说过一个叫鹰娘的人啊 那人不是死了吗 鹰娘模样周正 我还去她家门口讨过饭呢 我也去过 她那小脸蛋 就像刚出锅的馒头一样 那叫一个反 我也去过 她还扔给我半个肉包子 我吃肉包子 都能闻到她手上的脂肺味 哎呀 停停停停 都扯哪儿去了 我不是想听这些 我是想知道这个鹰娘啊 她什么来路 都跟谁有瓜葛 有几个聘夫 私奔过几回 人都死了 还打听这干嘛 就是啊 让你们去找就去找 打听好了有消息了 回来给我报告 快点 好好好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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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 谢大人 您那位姓连的朋友又来了 快快有请 是 请 谢大人 连大侠有事远迎啊 在下已经查出了一些婴娘的情况 要当面告知 连大侠 你们来迟了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查明了 我说点大胡子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 既然谢大人已经查明 看来连某是多此一举了 走 不不不 本官正想听听各方消息 免得有事偏颇 烦醒连大侠 说来听听 好 那我就长话短说了 据说婴娘在少女时行为不端 曾与他人私奔 多年前 与婴娘私通的男子 染病死了 留下一个姨父子 他还有个孩子 婴娘生前专心经营酒馆 就是为了抚养遗孤 虽然她常与客人调笑 但是都是逢场作戏 并无越轨之行 只不过 也有人传言 自从那相好的死后 婴娘又找了一个 两人暗中来往 此人可是叫赵实义吗 连某不能确定 传闻此人行踪诡秘 身份不明 现在看来 连大侠探听的消息 与我们的有些出入 连大侠 恕秦某之言 你们获得的消息 对破火此案 非但没有任何帮助 反而会混淆视听 何出此言 我们听说 婴娘生前水性洋花 有四五个相好 你们怎么只查到一个人 倒听途说也可信吗 是啊 我看你们是存心来捣乱的 上次如果不是你们 无事生非 我们早就提前抓住豆柄了 敏儿 就得我理 连大侠 他二人性子急躁 口无遮拦 还望大侠见谅 连某一向对官府心存成见 看来还真是不无道理 你什么意思 既然你们认定 婴娘有四五个相好 那就麻烦你们 一一查实吧 只怕你们再查三个月 都查不清楚 谢大人 告辞 连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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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一方好意 你二人 为何要迎头破些冷水呢 此人生性狂傲 秦某横看树看 就是看他不顺眼 我看得也不顺眼 秦将军 我们这次 终于又同仇敌忾了一回 他们都是猪脑子 连大侠 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我本想帮助谢大人 早日破获此案 可是他们既然不识好歹 好啊 我只好单独行动了 他们要查四五个人 我们只要查那个神秘人就行了 你找的那几个乞丐可靠吗 原来的消息 都是从他们那儿得来的 也没有广告过军情啊 如果他们的消息是真的 那么谢大人他们得来的消息 就很可疑了 一个女人 开着饭馆 带着孩子 还同时跟四五个男人有来往 要我的话 早就忙死了 你这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就是啊 要不然说那些当差的都是猪脑子呢 我看未必 也许当差的 有人蒙骗钦差 蒙骗钦差可不是闹着玩的 看来情况只能有一种 有人作贼心虚 凶手就在我们中间 连大侠 这次我们可要抢先一步了 那就沿着神秘人的方向 我们继续查 算了 刚被当官的手下抢白了一回 你还不让激情啊 那两个手下着实可恶 但连某不想眼睁睁看着谢大人 被蒙在鼓里啊 这谢大人也不是白给的 他怎么会想明白的 这一点 连某倒是身心不疑 林捕头并没有说 婴娘还有一个遗父子 如果连大侠提供的消息属实 我们就要重新分析 婴娘既要做生意 又要抚养孩子 这足以牵扯她的大半经历 如果她真的和四五个男子有染 那店铺恐怕早就关门了 或许婴娘真的有那种 八面玲珑的本事 也未可知啊 对 她同时在几个男人中周旋 结果得罪了赵石屹 那小子一怒之下 就把她给杀了 看来你与秦将军心有灵犀啊 大人 卑职不敢沟通 唐明指石人崖会吧 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 自从随谢大人一路破解紫衣案 秦某身上的毛病已经收敛了许多 如果你也能像谢大人一样思路缜密的话 秦某也会对你光目相看 本姑娘还需要你光目相看啊 报 谢大人 侠师县衙已经抓到了赵石屹 现已压回本县 罪犯赵石屹 你可知罪啊 回禀大老爷 小人确实不知罪啊 还敢跟本官装糊涂 我看你啊是不打不老实 来啊大型四号 住手 秦大人 这个赵石屹啊 他是杀人凶残无疑 我是想啊 让他赶紧招任 省得您费心了 你如何断定赵石屹就是凶手 他杀人潜逃这不是明板着事儿吗 还要什么证据啊 如果都像陈大人这般主观异端 倒是省事的很 下官不敢 那还是您亲自审吧 你可是赵石屹 小人正是 你可知鹰娘被害一事 小人 知道 鹰娘被害不久 你就匆匆去了侠石县 所为何事 小人是生意人 去进一批生捐 没想到在交易的时候 就被公差给抓了 你可认得鹰娘 认识 那么你同鹰娘 有过什么交往吗 这 此事关乎你的性命 你若隐瞒实情的话 本官也不能为你做主 小人早年丧妻 一直也没有续嫌 后来做生意散了些钱 就想取房妻事 闲暇时 常去鹰娘的小饭馆吃饭 一来二去 就对他心生好感 又一天 呦 超老板 你看您这么晚来 只能聪合吃碗面了 我不是来吃饭的 那您这是 我刚从东都回来 有块好料子想让你看看 这布料花色真不错 应该挺贵的吧 这是苏州的特产 洛阳城的所有富家小姐 都用这料子才艺 赵老板 你不会是向我兜售吧 不不不 我 我是想送给你 这 这可使不得 使不得 没什么使不得的 我也算你的常客 咱们熟归熟 但我不能平白无故收你东西 这样吧 布料我收下 钱照给你 这 老板娘 我是真心送你的 你就收下吧 这是五两银子 布料我收下的 不不不 这不止五两银子 你千里迢迢给我烧回来 我还不得给你个车马钱 你要是不要的话 这布料我是不能要的 拿着吧 收好 那天虽然吃了闭门羹 我发现鹰娘不是个随便的人 对她越发的爱慕 你后来又单独找过她吗 找过 虽然鹰娘对我没太大好感 但她并不讨厌我 我相信 京城所至 今时未开 以后每次从外地回来 都会给她烧回布料来 但她每次都执意给我钱 鹰娘就没有跟你说过什么话吗 都是些家常话 别的没说什么 我也看出来了 这样下去根本没有结果 后来就再也没去过 你不是相信 京城所至 今时未开吗 为何半途而废 大人 我已经尽力了 不 你有事瞒着本官 大人 小人一点没有隐瞒 本官看你是个执着的人 如果鹰娘 没有明确拒绝 你肯定不会放弃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我 你若不说出实情的话 就永远担着杀人嫌疑 我说 两个月前有一天 我又去找鹰娘 赵老板 赵老板 你 由于我烧布料来了 没有 赵老板 看到的是什么人 我没看清楚大人 如果没看清楚 你怎会如此惊慌 小人确实没看清楚 赵实义 你想让本官判你个 阴奸不从 怀恨杀人的罪名吗 大人 小人没有杀人 那你就如实招来 你看到的究竟是何人 大人 小的真的没有杀人哪 小人冤枉啊 大人 冤枉啊 大人 为什么他们一个个 都有做贼心虚的表现 赵实义在鹰娘处见到的人 到底是哪一个呢 大人 冤枉啊 冤枉啊 大人 来人 再把他带下去 走 大人 冤枉啊 退逃 小人冤枉啊 大人 冤枉啊 谢大人 像这样的刁民 你不打他 他 他都不会招任的 本官让你派人好生 看管赵实义 如果出什么差错 回你事 是 下办遵命 恭送谢大人 赵实义 分明知道那个人是谁 赵实义不愿说出那个人 是因为那个人很可能就在公堂之上 而此人 很可能和鹰娘之死有极大的关系 大家以为赵实义看到的那个人是谁 林捕头 刚才在公堂之上 赵实义 曾经偷瞥一眼 目光所及之处 似乎不止林捕头一个人 赵实义当时哭的时候 我看见林捕头他还擦了擦汗呢 当时 冒冷汗的 似乎 也不止林捕头一个人 可是当时 林捕头是离赵实义最近的一个 所以赵实义那一眼看的肯定是林捕头 除了我们几个以外 最了解紫衣案细节的就是林捕头 他甚至比陈县令更加清楚这个案子 不错 林捕头亲眼见过被周炳杀害的尸体 他熟悉那作案的手段 也就知道如何模仿才能以假乱真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 立刻说他俩什么的 此事不动手更待何时 等等 让我想一想 仔细想一想 林捕头是陕舟的捕快之手 最早追查连环杀人凶手的就是他 我们刚一介入此案 积极前来协助我们办案的也是林捕头 如果说 他林捕头 真的是这桩案中案的另外一个杀手 我们还能相信谁呢 怀疑林捕头 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 但林捕头的嫌疑不能排除 但要慎重 仅凭我们现有的疑点 还不足以 断定林捕头就是杀人凶手 何况林捕头还有欺识 他如果真的勾引过鹰娘 这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 赵石屹如果说出来 对他的名声也很不利 从这方面考虑 他表现紧张也说得通 这么说来 林捕头也有可能不是杀手了 我又记起一事 此前周炳拒不承认 鹰娘是他所上 并举证说 案发当日 他给后母上坟去了 这时 林捕头就表现得很冲动 大人 小人有句话叫没周炳 周炳 你是否对你经过恨之入骨 头腹翻新 难解心头之痕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还要给他上坟呢 这岂不是荒唐透顶 大人 周炳就是凶手 他非明在说谎 杀害鹰娘的凶手 非他目属 我本来也打算这样质问周炳 可是林捕头却显得迫不及待 他急于要推翻周炳 当日不在场的口供 因此 林捕头仍有极大的嫌疑 你们可记得 案发当日 林捕头来此的时辰 好像是卫时 那么在卫时之前 他有足够的作案时间 他有可能杀了鹰娘 然后去了县衙 我们应该查清楚 这个林捕头在案发当日 究竟去了哪里 此事就交给你们二人了 大人 卑之一人 就可以查清楚 没有本姑娘 你能查清楚什么呀 我们每次合作 结果都不如人意吧 你自己也知道啊 哪次不是怪你啊 逗我干什么 还不快走 已经查明 案发前一日 林捕头说 他感染了风寒 次日请了半天假 可我分明记得 那天 林捕头并没有染病的迹象 这也许是有所预谋 有半日的功夫 足可以实施他的 杀人计划 我们是否现在将林捕头 捉拿鬼案 我们此时抓他 他必然会咬住赵实义不放 赵实义出于对林捕头的恐惧 也未必会吐露真情 难道我们就认林捕头 逍遥法外吗 如果凶手真的是林捕头 他插翅也难逃 只是在抓他之前 我还要与他探讨探讨案情 这葫芦里面又卖的什么药啊 秦将军唐米尔 今日重看现场 你们切不可再起争执啊 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得罪两位了呢 他们乃是一对冤家对头 你不知道吗 不过谢大人又为何重新勘察现场呢 凶手虽不是周炳 但他和周炳的手法一样快 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案 然后再迅速逃离现场 这说明他可能就住在附近 对附近的地形很熟悉 从赵实义的反应来看 他那日所见之人 应该就在公堂之上 何以见得 赵实义当时神色慌张 说话吞吞吐吐 很显然是心存顾虑 怕日后遭到报复 林捕头说得不错 此人既与英娘有染 也很可能与英娘之死密切相关 我们若能查出此人 此案也就告破了 你认为赵实义在公堂所见之人 会是谁呢 可能就在公堂之上的 牙抑和不快之中 包括卑职也有嫌疑 依你看来 赵实义还可能是凶手呢 根据赵实义的口供推断 他不像凶手 卑职有个建议 不知是否妥当 但是无妨 卑职认为应该想把他放 可赵实义现在上市嫌犯 为何要放他 卑职以为赵实义能否说出 他当日所见之人 对于破获本案关系重大 但是将他积压在牢中 他很可能没有这个胆量 吐露出真实情况 这对破获本案没有半点好处 林捕头此言很有道理 本官可以考虑 谢谢大人 从林捕头的表现来看 他丝毫没有为自己开脱 所言入情入力 倒也毫无破绽 这小子是装模作样还是 我也说不好 那他到底是不是那个隐藏的杀手啊 刚才摇环试探林捕头 他回答的滴水不漏 可见此人早有准备 看来还得从赵实义那里寻找突破口 如果他能够指认 正时那日在婴娘处见到的人 就是林捕头 大人 大人 彼时罪该万死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赵实义在牢里自杀了 林答事职 请大人治罪 治罪的事稍后在意 林答万分惭愧 这么重要的证人就让他偷控刺杀了 真的是刺杀吗 等验过事之后再说吧 大人 此时 被制恐怕难脱干系 此话怎讲 因为被制昨晚告知赵实义 大人今天要审他 唉 我跟你说 昨夜是谁之歌 是小人 何时发现赵实义自禁的 大约此时左右 小人听到东的一声 忙跑来一看 赵实义已经撞墙死了 为什么没有早些报案 大人 这是卑职的主意 身高慢业的 怕打扰大人休息 看眼尸体 是小人 你 ись 你 有个乘客 你 你 赵石屹死于头颅破裂 却是以头撞墙所致 这么说还真的是自杀身亡 大人 卑职认为此事很可疑 朱医官已验过了 并无可疑之处 此案可以了结 恕卑职斗胆直言 此案草草了结 未免有些不妥 见赵石屹一死 说明他是畏罪自杀 本官之前判断有误 赵石屹并非人证 他就是杀害婴娘的真凶 案情至此已经水落石出 不必再查了 是 被这疏忽 才让赵石屹死得这么轻巧 此人早晚难逃易死 临捕头也不必太过自责 大人明察秋毫 如今两桩悬案已破 大功告成 不知大人何时前往关中 不忙 本官因这两桩案子身心俱疲 再歇几日 大人慢走 你怎么还没走 这不还没谢过你吗 不用了 同在一个家门当差 礼当相互关照 是 相互关照 那个 那清差大人他问过什么没有 问什么 问赵石屹死前可曾见过什么人没有 这你不必多虑了 案子已经结了 钦差大人亲口判定赵石屹畏罪刺杀 这案子结了 好好好 老弟啊 昨天晚上 你到底跟赵石屹说了什么 是县太爷派你去的吗 这案子不都结了吗 不问也罢 好 赵石屹死了 这个案子结了 是 好啊 好啊 这个赵石屹实在是太可恶了 弄得咱们的县衙是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前前后后 干 人人自卫啊 谁让大伙凑巧 全都去果姨娘的饭馆上 住口 是 赵石屹都不说了 你怎么还说 不说 记住了 这件事对谁也不能再提起 是 赵石屹在牢中碰壁而亡 紧跟着想好的去了 这算性情吧 荒唐 这种玩笑岂是随便开的 这有什么呀 他要不跟人家勾三搭四的 能有这么多事吗 不过我觉得他也挺可怜的 这里头肯定有什么猫腻 丁锦麟捕头 你真怀疑是他干的呀 咱别插误这个事了 让当官的管去吧 赵石屹死于非命 唯一的线索就此中断 那么谢大人 堪破此案真有些艰难了 连某更要出手相助啊 哎呀我现在一听这话 我就头疼疼 你怎么老说呀 我都 哎呀我都憋了一道了 现在呀 且听我说 第一 赵石屹并非自杀 第二 我怀疑林捕头 比任何时候都怀疑他 为什么 因为他又一次使用了同样的计量 当我假判赵石屹自杀的时候 林捕头主动站出来质疑 故作姿态 朱卑之直言 此案草草了结 未免有些不同 可刚刚在牢门口 他还在诱导我 企图让我相信赵石屹是因为惧怕庭审 被罪自杀 大人 此事被之恐怕难脱干系 我曾告知赵石屹 大人要声唐审他 最让我起疑的 是林捕头稍纵济事的眼神 他一听说案子了结 我们还不想走 眼中 顿时闪现出一丝惊恐 难道赵石屹不是自杀的呢 虽然现场做的几乎天衣无缝 但还是有破绽 此事要请月仙细说端详 我在验尸时 从赵石屹口腔中 发现了一些食物 说明有人在食物中下了迷药 赵石屹吃了几口就被迷昏 可以下迷药 为何不直接下毒 中毒的症状过于明显 一看便知有人做了手脚 而使用迷药 外表看不出异常 很容易猛烘过关 看来凶手 显然事先经过了精心的御谋 先将赵石屹麻翻 趁他失去知觉再下毒手 墙上的血迹朝四处飞进 的确像触臂而亡所致 但面积过大 却绝非一次撞蟹而形成 试想 如果赵石屹用尽力气撞墙 一次就会撞晕过去 根本没有力气 再撞第二次第三次 显然这片血迹告诉我们 赵石屹自杀是个假象 既然大人当时就知道有鬼 为什么不直接质问林捕头 如果他就是凶手的话 这一问岂不是打草惊蛇 试想 林捕头在牢里杀了赵石屹 必有小毒 此事御族不可能不知道 或者是 两人串通一气也未可知 我若逼得及了 林捕头很可能会将此事 全部推在御族头上 我们可就御速则不达了 现在赵石屹死无对证 那我们能拿林捕头怎么办啊 没有了证人 我们还可以从林捕头的家人入手 家人可以给我们提供什么线索吗 可以直 越听越糊涂了 从赵石屹生前所言来看 林捕头很可能与鹰娘有染 他杀鹰娘显然是要灭口 这说明 鹰娘的存在 已经给他和他的家人 造成了某种威胁 我们立刻赶往林捕头家 嗯 等等 要找个由头才好 也免得林捕头心生怀疑 此事可要仰仗月仙出手了 我 还记得林捕头的月仗 然有尘科吗 要我去给他看病 以看病为名 一探虚实 东家 东家 你死得好惨哪 别在这儿哭了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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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必都是我这姑爷乱讲 惊扰大人了 您这位姑爷 尽职尽责 本官近日破获的 这两桩案子 林捕头 可是功不可没 也难为我这姑爷 小老儿命薄 本有一子却夭折了 家中日常生活 现在都由他来打理 加上县衙里 公务也繁忙 这些年 也没让他少受累 长言道一个姑爷半个儿 林捕头出些力也是应该的 我这个姑爷两个儿也不换 我自料活不了多久 将来入了土 好歹能给他们夫妇俩留点家产 也不忘他为我奔忙一场 就算岳父家徒四壁 小旭该进的孝道 还是要进的 先旭大人大义 忠孝两全 老夫我呀 没看走眼哪 那个大宅院 是林捕头的老丈人家 不知道你那个当官的朋友 在搞什么鬼 显然是 醉翁之意不再酒 不再酒 我看他们八成就在喝酒呢 说不定还在猜拳请令 说不定还找了几个丫鬟 再陪着 早把查案的事给忘了 你实属小人之心 我又不是当官的 干嘛有大人之心啊 谢大人此行啊 我看必是想探知 林捕头的什么隐秘 老丈人肯定像是他孤业了 这个谢大人也真够蠢的 要说谢大人蠢的话 天底下可就没几个聪明人了 他能在林捕头眼皮底下行动 也算是奇高一招 他既然明察 我们不如来个暗访 这个我喜欢 今天晚上 我们就到那个大宅院里去 里头啊 知不得有多少好东西呢 我看你倒是蠢的可以 我蠢 我小肥要蠢 能混到今天吗 孤业是嫌犯 我们都要给他乐障看病 是啊 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难道是怕孤业伏法 乐障的病体承受不起 所以先医好了他 如果我是月仙姐呀 我才不给他好好治呢 我就给他乱治一通 然后下点虎狼药 刘老先生可是无辜之人 您二人怨气冲天 可我却在刘府发现了极其重要的线索 那刘老头说他无子 别的什么都没看出来 此点极为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啊 没看出来 你二人不肯用心 自然看不出来 谁 小人是赵氏一家的 货迹降棍 要找谢大人说话 找本官何时 谢大人 我家主人死的冤枉 那天 我去牢里探视我家主人 他说如果有什么不测 让小人千万要把一桩秘密 禀报给谢大人 你家主人到底有什么秘密 他说那天他去阴阳的饭馆 正撞见一个男子和阴阳亲热 当时 他看清了那个男子的面目 可是你家主人在堂上 却不肯说出 那名男子是谁 我家主人说 因为当时堂上有一个工人 和他那晚见的那男子非常相像 如果他照实说了 怕会惹来祸患 这就是了 可惜他还是被害了 那么 你家主人看到的究竟是谁 他不知道那人的名字 不过他给小人描述过那人的长相 必告诉小人 如果他死了 必是那人所害 要小人千万要找到谢大人 为他申冤报仇 那个人长得什么样 两道粗眉毛 眼睛有些小 高鼻梁 小方脸 又急需短胡子 这不是林捕头吗 哎呀 看来我们分析的没有错 林捕头果然是魔后凶手 月仙 你在作画时 是否有先入为主的想法 没有 我是按祥贵所说而化的 大人 我们即刻去把林捕头 缉纳归案 也能夜长目睹 没错 我们现在就行动吧 时机未到 不可草率行事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姚欢 事已至此 我看急拿林捕头也未尝不可 你看看 这回月仙姐姐都着急了 各位 林捕头作为宫门中人 深知办案取证的门道 他比一般人更知道 如何逃脱法王 如今相关之人 都已死无对证 即便现在将他缉纳 他也会负于顽抗 不肯认罪 那我们到底何时才能动手 只要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保管他 插翅难逃 这林捕头 确实有个相好的 是何东相 一个姓董的寡妇 消息可靠嘛 千真万确 前几天晚上 有个兄弟在何东相的 一个窝棚里睡觉 看到林捕头 钻进了董寡妇家 没想到这林捕头 还是个风流的主 男人嘛 哪有不好色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 林捕头原来是本地 豪身的女婿 而且豪身的儿子 也已经去世 林捕头的妻子 将是家产的唯一继承人 也就是说 岳父的所有财产 最终都将归林捕头所有 于是便有了一个 更大的疑问 究竟是什么原因 能让林捕头 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 去杀人呢 杀人要有动机 必须要找到那个杀人的动机 看来答案还得从被害者身上找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婴娘 或许能发现原因 但认识婴娘的人 都已经查问过了 没人知道她的底细 甚至没人知道 她孩子的生父是谁 孩子 婴娘不是有一个孩子 既养在亲戚家里吗 这孩子也许会知道些什么 那我们不妨一试 死鬼 你还记得我呀 这公务繁忙实在是走不开呀 等钦差大人走了 我就天天玩来陪你 你这说的比唱的好 男人个个是负心汉 你过两天把老娘玩腻了 一脚踢开了两事 等他老不死的一命归心 我就娶你 娶你 你那老丈人还没死 我倒先死了 别说这种晦气话嘛 是不是 你死了 我怎么活 你就这张嘴讨人喜欢 您知道 什么人啊 这